好啦各位 那我們今天來看一下那個韓服19週年啊 有什麼樣的小改動啊 韓服的19週年 那這個地方呢 是韓服的這個MapStory官方網站 好不好 那前面聽不懂 我們就跳過 沒有關係 這個是啊 他們19週年的新活動啊 其實我覺得他們 像他們這樣做的這種介紹是挺好的 我覺得蠻好的 這是他們新活動啊 好不好 4月21到6月15 好不好 這還是看得懂的 101等以上可以接 喔 各位 又有活動 傳說戒指了 那個 又有活動戒指的那個傳說潛能 潛能卷了 然後一樣有個249經驗蜜耀 右邊應該是活動buff啦 右邊也是活動buff 沒錯也是活動buff 這個活動我覺得有一部分 跟這次的JoJo有點像 一樣是打怪啦 看來千篇一律啦 之後的活動應該永遠都是打怪的 我覺得應該是不會再換 應該都是打怪的 OK 好 一樣 我有我們的拳擊機 一樣有我們的拳擊機 那這次一樣 各位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哎呀 分身繼續刷起來 那想要超前部署雷克斯靈魂寶珠的部署一下 這個是他們的19周年活動 嗯 一樣 分身打起來 分身打起來 跟這次的JoJo一樣啊 早安好 期待接下來好幾版的活動 早啊阿克啊 晚上好 謝謝你的50塊 感謝感謝 我很期待啊 之後就是越改越好玩啊 那一樣 群擊機 各位 分身 可以投資一下了啦 那這次一樣 活動戒指 然後強化卷軸 一樣 新火 差不多啦 獎勵差不多啦 喔 各位 這次也是換那個 騎寵子嗎 看一下什麼樣子 看會不會展 欸不對 這好像是 欸 這是什麼 全數加15 NPHP加15 15 15% 欸 活動稱號之類的嗎 喔 活動Buff喔 喔 活動Buff 喔 原來是活動Buff 喔 沒事 欸 對 各位 有隨機升等了 各位 有隨機升等了 這個是小遊戲啦 這個是小遊戲 這個 這個就像LIVE活動的那種小遊戲一樣 然後後面有那個 後面有那個 隨機升等 各位 隨機升等來了 隨機升等來了 各位 喔呼 我這又有囉 太好了 太好了 不過我都8000佔地了啦 我也不知道剩什麼 再來應該就是 新主線 算主線嗎 艾斯佩拉 多了一個新的任務 應該是啦 235可以接 然後艾琳森林故事也大改了嗎 不知道大家知道 艾琳森林的那個 那個劇情要大改了 之後也可以去玩一下 之後我應該可以玩一下 再來應該是UI改變了吧 好 各位有了 來了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啊 這個就是BOSS BOSS招募 BOSS招募 各位 風谷終於有這個系統了 大家前幾天不是有問我說 欸 主播想要打王怎麼找隊友 各位可以開招了 可以開招了 可以開招了 雖然都是韓文啦 但是我大概 大概可能就是可以 限制什麼等級人數啊 要求職業啊 或是ARC之類的啊 反正這個是齁 BOSS招募了 各位 BOSS招募 各位 終於啊 風谷 終於有這個系統了 不然我真的以為 這是單機遊戲啊 然後還有啊 BOSS的血量 好不好 有沒有看到 有顯示趴數了 各位 之後呢 機制再也不用怕了 好不好 比如說小丑 我們大家 每次都在想說 什麼時候會打進那個趴數 進機制 再也不用怕了 再也不用怕了 有這個趴數顯示給你看 不然之前還要抓什麼 這個人的頭啊 跟那個時間中間 要稍微留一下 不用 不用了 之後 直接顯示趴數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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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趴數好多啦 不然啊 而且還有就是 像路西達那個血量 不是會顯示很多條嗎 之後好像會改成就一條 之後好像會改成就一條 這什麼時候改版 這韓服剛改 韓服剛改 所以估計半年 最久半年啊 最快半年以內 看台服要什麼時候放進去 然後各位 現在呢 我們的 這個核心啊 不用再去找NPC了 我們直接 隨時就可以 分解 或 那個強化 好不好 我們不用再找NPC了 想分解就分解 舒服 舒服 想做就做 想拆就拆 想合就合 好不好 各位 我們再也不用找那個NPC了 再也不用找什麼李歐啊 或者是那個無名村的村長 對不對 不用找那個了 各位 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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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是韓服才有的這個 風之谷農場啊 我們就跳過 那還有各位 之後你們的點裝可以換姿勢了 開不開心 開不開心 各位你們開不開心 單手劍的可以換雙手劍的姿勢 各位開心嗎 我還好啦 我是還好 喔 稱號可以隱藏了各位 外觀控 嗨起來 嗨起來 稱號跟勳章可以隱藏了 嗨起來各位 嗨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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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嗨 各位還不嗨 我是還好 嗨起來 嗨起來 嗨 那這個就是可以看組合包裡面有什麼東西啊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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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不了了 送不了我們的馬戲團了 後面就沒有什麼了啦 後面就是 聽他講一下一些改動 那這是他們的日程表 日程表 應該是他們的日程表 還是整個的 那個 應該是日程 就是他們整個活動的那個 那個 簡介啦 簡介 韓服不是很早就能了嗎 喔真的嗎 韓服原本就有了喔 喔真的喔 原來如此 我不知道欸 我以為是我們台服先的 好吧 那這個我雲 我雲 因為我最近才開始看韓服的官方頻道 好啦那這次韓服的這個19週年改動大致上 大致上 當然沒有全部的細項 但大致上就是這樣 我覺得還不錯 還不錯 尤其是這個boss招募對不對 然後還有這個點裝 那個 擺動的姿勢 還有這個稱號的部分 那還有血量的趴數 還有這個核心 我覺得都很棒 我覺得都很棒 那這個改版估計 半年內啦 半年內啦 我個人最期待的 其實也還好啊 哈哈 其實也還好 不過都不錯啦 都不錯啊 那個趴數我覺得 我覺得趴數滿好的 還有核心啊 趴數跟核心我覺得滿好的 真的覺得滿好的 好啦 那我們台服要改的還多的呢 對不對 那個boss的那個寶箱也還沒改 對不對 還有很多都還沒改 還有純地圖也還沒改 我們台服改的可多了 所以大家 好不好 可以期待一下風古 越改越好玩了 他們 韓服一直有努力的在做優化 那所以各位 不要開心就稱讚韓服 難過的時候就罵橘子 好不好 這個好改動也是韓服改的 結晶石的改動 也是韓服改的 好不好 大家要一視同仁啊 好不好 所以我們 他們怎麼改 我們怎麼做好不好 我相信啊 一定是越改越好的 目前我感覺起來 是越改越好的 真的好 真的好 好啦 那 這個 韓服的19周年 大致上的介紹就到這裡了 看看 各位改的滿不滿意啊 我就覺得挺好的 挺好的 再刷一波 風車骨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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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收工